1月29日,美国海军F-35C撞见坠海的图片和视频在各大媒体疯传, 但小编从中发现几个疑点。 1.图片是PS的。 大家注意看图片很清晰,F-35C座舱海面几乎完美协调, 摄影师这点有多巧,准备多充分才能抓拍到这样的景点。 实际上,航母是个超级巨大的家伙, 进出落水的人和物对于甲板上的人员、舰桥上的人员都处于观察盲区, 特别是,如果飞机在航母前落水的话,按英国媒体发布的舰载机落水示意图, 只有一个部位可以存在抓拍到此图, 就是随时待命准备救援的航母起降期间的救援直升机。 但你要说能抓拍得这么好,这么巧,小编是不信的。 其实最大的疑点还不是这个, 伙伴注意,白色波浪水花的走向尝试飞机往前冲, 机头朝前水花应该是屁股后, 但是水花都在机头, 按水花显示趋势除非是屁股带着头往前冲。 当然,F-35C逐渐失败, 在阻拦锁牵制下,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这种情况必定飞机翻滚打转屁股拍水, 飞机不可能只有飞行员弹射的机干受损, 可以判断照片是PS的。 2. F-35C出事是真的吗? 从视频看,这个比较靠谱, 但可能和绝大部分媒体猜测飞行员走神不同。 小编发现或许是飞机降落时, 与航母沟通协调出现问题, 航母航行状态存在问题导致。 航母在起降舰载机时, 其一般要求逆风,直航,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逆风能够降低舰载机起飞的初速要求, 有利于飞机顺利起飞。 舰载机降落时和很多人常识不同的是, 飞机要加速。 所以上面视频出来后, 有专家说,飞行员明显加速, 操作失误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舰载机着舰要随时准备着着舰失败, 重新起飞。 如果降速, 是在作死。 关于直航, 有驾车经验的都知道, 转弯时车的重心会朝转弯的凹的一侧倾斜。 航母作为一个庞然大物, 在大海上航行由于惯性, 在转弯时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重心不稳的航母是绝对不适宜舰载机起降的, 至于稳定则利于舰载机着舰过程中对准航母跑道, 不然左右摇晃, 飞行员将难以对准。 而卡尔文森号航母在此次F-35降落过程中在干嘛呢? 从视频中看卡尔文森号的航迹, 明显有一个大转弯过程, F-35降落前卡尔文森号航母还未稳定航线。 显然, 其在航母上的运作本身带有试验性质, 显然, 他们相互间的磨合并没有美军牛逼哄哄宣传的那么好。 有意思的是, 美国方面也觉得下不来台, 部分美国媒体开始强行晚尊, 意有所指的表示, 美国战斗机发生事故时, 有13架中国军机在附近巡逻, 其中包括新型电子战机殲-16D,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 这些美国媒体的意图十分明显, 就差指名道姓地表示, 美国战斗机发生事故是因为中国了, 自己实力不行就到处找借口, 甩锅其他国家,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好笑了。 美国航母无故入侵中国附近海域, 解放军派出军机巡逻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 解放军并不需要刻意地针对某个目标进行训练, 只要按照既定作战预案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 无论是谁, 只要涉及到我们的利益,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解放军必然会做出反击。 此外, 对于解放军出动歼-16D电战机一事, 宋忠平认为歼-16D可发挥两大作用, 其一, 可以用比较精密的电子侦察系统对相关目标的雷达、 无线电通信信号进行征收、记录、分析。 例如当台军宣称导弹追尖时, 正好可以对其进行截获、定位。 其二,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相关目标的防空导弹或者战斗机 有进一步的进攻性的举动, 可对其实施干扰, 保障我方飞机, 特别是大型飞机的安全。 美国一直将第五代战机视作骄傲, 认为美国战斗机技术全球排名第一, 其他国家虽然也拥有第五代战机, 但性能远远比不上美国战斗机。 可事实证明, 这完全是美国的自我意想, 希望美国吸取这次事故的教训, 下次离南海远一点, 说不定就不会发生事故, 也就不会打连打得这么狠了。 为了打捞F35, 美军目前正开足马力对事故现场进行打捞, 力求尽快捞起。 甚至, 有外媒炒作声称美军宁可炸毁海底的F35, 也不能让中国完成打捞。 不过考虑到美军必然在事故现场设置多层水面和水下的拦截兵力, 此时除非美军都是傻子, 不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靠近进行打捞。 中方也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不至于去进行这种行动。 外媒的这种说法纯属给中国扣帽子, 不过美军对此很着急倒是真的, 毕竟哪怕只有一些碎片随着洋流流动, 被其他国家打捞, 也可能泄露F35的部分技术信息, 而这种可能性就是美军没办法阻止的了。 洋流可不会听美国的话, 而美军也不能阻止他国渔船在周边海域正常打鱼。 不难想象, 美军现在正想办法和时间竞赛, 生怕F35的信息被别国获取。 关于网友推测的, 美军可能趁此机会在相关海域附近建设一个潜艇侦查地点的看法, 实在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根据资料, 南海的平均水深可达1212米, F35C此次的坠机地点水深则要达到3000米左右, 这是个连核潜艇都会被超大水压, 直接压爆的深度, 非专用深海潜航器则无法潜入, 可以说是很深很深了。 如果美国打算在这片海域建设潜艇侦查地点的话, 请问该如何建设呢? 先不说美国海军有没有能力在3000米深的水下建设侦查地点, 故习就算它使用了外星科技完成了建设, 那么潜艇如何下潜到3000米的深度也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 也不敢说可以轻松下潜至1300米的海洋深度, 何况3000米。 如果强行下潜, 那么潜艇将因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直接被挤压成一张纸片, 因此美国海军是不可能也没能力在3000米水深的地方建设什么所谓潜艇侦查地点的。 实际情况可能是美军打捞F35C战机的时候, 顺带还会干些其他的事情。 毕竟,按照舒斯特上校给出的数据, 美国海军打捞F35C的行动时间可能长达120天。 要知道,120天足够让美国海军在南海干很多事情了, 比如派遣间谍船前往南海相关海域, 这东西是非常恶心人的, 可以大范围搜集南海附近的水文资料情报, 基于此,可以绘制出详细的南海海底地图, 为美军海军的潜艇、舰船提供完整的情报支持。 此外,美海军也可以在南海大量布置海底声纳、 阵列系统,借以探测中国核潜艇的具体型号特征。 小编认为,美军极有可能会以打捞坠海战机为借口, 直接赖在南海地区不走了。 因此,对于美国的打捞行动, 我们还是要抱有一定的警戒心态看待, 看美海军坠机笑话的同时, 也要时刻准备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 类似的很招黑招肯定还会更多, 而不会是更少。 该澄清的时候要澄清, 该揭露的时候要揭露, 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越是愤怒的时候, 越是要冷静,要自信。 不就是阴谋吗? 过去一百年, 中国遇到的阴谋还少吗? 就如同大危机压不垮中国一样, 只要我们上下其心, 这个世界就没有中国破不了的阴谋, 就没有中国跨不过的勾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